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只一股》 我是李慧怡 这位环市嘉宾有Anno Anno,你好 Kivin,你好 Anno,我说你推荐他今个星期的深水股份 你之前回顾Anno上星期推荐的同情艺龙780 期内的表现 期内恒指升幅134.0%,升幅0.51% 至于同情艺龙跑赢了大市 期内升了8.6,升幅超过6% 上一次Anno的投资建议是现价买入 大概当时是13.7左右 目标价是18元,指涉价是11.6 中五周市价是14.56 期间波幅最低见过13.48 最高见过14.8 Anno 看到它有上升的势头 看见到它五日后公布业绩 没理由先放在下 都是这样的 甚至如果跟慢策略的话 推荐完之后第二天 已经升上去 你不会去到14元之下 都可以买到的 或许是上周4、5元时 试过再下14元之下 然后很快就开始回到 如果再下到它的马入价13.7里镜 原因就是上周推荐的同情艺龙 老實說運氣成份都比較重 我沒有想過星期二突然間 有些疫苗相關的消息 大家會憧憬疫情會退散 一向都說同情危錄 是屬於疫情裡面衝擊比較大的股份 疫情轉差 它會受雷 如果轉好了 最壞的時間過了 復甦概念它會很強的 始終都是旅遊業為主 但是上星期推進主要是為博業職 比出上來的時候才博業職 所以你如果買了一定是建議游渣 看一份業績的了 如果你在這一刻才去想 就找一下有沒有機會14元邊這些位置去買 因為始終你看到目前全球的疫情都比較反覆 疫苗的憧憬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亦都說那些資金不斷在做緩馬保署 你同情危錄又不是說 雖然說是受疫情影響 但是股價上面有很多負面因素 在股價上面亦都反映了一大部分 它跟3月1月頭的時候的位置 不是說差太遠水平 所以真的不用急著買豬 所以有貨當然繼續拿著 我會建議繼續看好的 但是你就預料在出業職前 可能都不會有太大的放響 但是如果放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至少看到明年全年業職 即是3月多的時候等等 我覺得看到18元這些位置是有條件的 因為我覺得未來我經常都說 市值要不差的話 帶前騰經濟是復素 經濟是疫情慢慢會淡化 如果做到這件事的話 我始終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上升空間 就是上個星期提過 始終同情危錄的股值 都仍然叫做便宜 不算是貴 這類型股份的升起上來的動力 是會相對比較強的 所以我覺得買得同情危錄 我的建議都是做一些比較中長線的部署 就算上個星期跑贏人大市 最多賺1成都 意義不大 因為買得就預計了破位商 但是要放一段時間才能發酵到 所以如果你短線買完 明天看股價等等 我們不會建議這款 你起碼都要駁回11月23日份業職 說到還有差不多接近一個星期的時間 這個星期如果想有興趣的 就是後位買 你是買了的 你總是增加一份業職的 是啊 看一份業職 支持現時中國的數量 都便宜持有多些 支持現時中國的市民 也要 checking 正在公共工資內地 甚至市民的市民 提到增加市民的市民 還有公共產品 還有公共產品 去公民的市民的市民 普及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 公司 但是就不會有一個很大的上升空間 很老實地說 如果你又雖然看得樂觀 這一刻看那個樂觀態度 可能比之前更加之勢力 但是之前可能市況 或者你買中的股份 會升得比較急 現在很多時候 你看好一樣東西 比如剛剛說從前藝龍那些 就算讓你看中提對 要有個三四成的升幅 就不會再像之前那麼容易 因為很多是強勢 或者基本上相對比較好的 一早上升上來 估值很多東西都不會特別便宜 但是當還有條件太好的時候 你要放一段時間 慢慢發酵 那些東西都會有機會升上去 所以很老實說 市場就在短炒角度上 其實未必說是以前那麼好炒的 比如說個別強勢 那些 好像升一輪 低一輪 比如當中近期來講 波動最厲害 比亞迪那些 你見到150-200元這些位置 上上落落的 現在正中監位 很奇怪 我覺得你在這些位置入市 我覺得 其實譬如熱炒的新經濟股 不會說特別特別淡 但是再買下去 直播率不會太過吸引 我覺得現在 如果你說有錢 你選擇去買什麼 那個角度跟之前會相反轉 可能之前說過很多時候可以 賣一下出一下 賣一下出一下 做一些短線部署的 現在那一天開始 我就覺得 在舊經濟股的角度出發 選一些可能未來業績有得炒 或者受惠的經濟復甦 或者股值可以大幅向上收挑 看那個就是 提能不能夠做到財息劍手 你特別說 就算未來這一年 經濟好一點 但是低息環境仍然在 資金 你當對經濟前景好一點的時候 他們會嘗試去追逐 一些可能有穩定股息回報的舊經濟股 所以你選擇舊經濟股 最角度就是選擇 盡量找一些股份 你比較容易做到財息劍手 今次選擇就是 但你要留意一下 找財息劍手股份 又不等於一定要派得高息 只要它有穩定的派息能力 市場就不會敗 今次選擇這個股份 其實之前都推介過 因為這類型股份 不會多到非常小 只不過在舊經濟股上 可能只是小說一部分 所以老實說 現在未來 就算它是樂觀化 可能推來推去 都是那些相關股份 而這隻 我今年都推介過了一次 就是中聯重貨2157 是的 這次就是推薦中聯重貨2157 看到Arno設定了一個表 其實看到大行的看法 都變相正面 預買入也有九成四以上 Arno 看到最牛股是否負水 都看到它是15.6 最低的就是6.2 就是神星體 看到它的看法都很涼極 你又怎樣看呢 Morning Star 你看到是一個 可能我們叫Outline 即是說一些偏離 是 即是你跟 例如剛才這10間 最新的大行報告上面 是唯獨這間 看得特別淡 而市場上面 有17間大行報告 在彭博裡面 當然可能不止17間 彭博的系統上面 就看到 唯獨這間看淡 我沒有詳細研究過它的報告 但是大致上 你看大行的方向 都是在說 跟我平時說中年重科的情況一樣 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流 股值吸引 行業復甦 這個我覺得挺有信心 但最重要的最吸引力 就是你看大行普遍的目標價 12個月平均 10個2號幾 這個是17間的目標價 如果你說出完第三個業績 接著最新比的 比如看下面的10間左右 平均都是10元以上的位置 甚至有些是看到12元 15元左右的水平 代表什麼 就是這些位置買 如果是在走這個好的情況 走這個好的方向去看 潛在升幅 都仍然是吸引的 雖然升幅應復甦 都是升得多 但是起碼估值上面 不算太貴的情況下 它的上升空間 我覺得是會比較樂觀一點 所以也是這樣說 你擺長線 可能大行這些12個月的目標價 你擺一年的話 那個potential return 如果以大行的目標價 我可以理解 這個三字死成左右 其實是吸引的 最重要的是 之前講的 做到一個財息兼收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中聯重科 其實這些位置 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雖然股價上面 都是賠償7至8元 上落區間 但比你強行突破 這個道理 就跟上次推介動性 好過你突破的時候 才去買 這些位置 既然見到基本因素 比較穩定的情況下 可以考慮去收集的 而且你看它出現第三個月 即九月份開始之後 上次我推介的九月份的時候 大行基本上 都是不斷地提升目標價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的時候 想中聯重科 就是配合我經常講的 直播來吸引 和講的投資價值在 所以為什麼選擇推延重科 我只要符合這兩個東西 我就比較會有信心去推介 看到1.157暫時 保近7.5.5 跟距離的平均目標價 還有2至3元的稅位 看看內地經濟數據的表現 如何 看到其實中聯重科 就是一些中國工程的機械裝備製造企業 看到其實跟一些內地的經濟數據 都息息相關 這個表是否顯示到 那些數據 其實有一個很漂亮的V型反彈 這個不是利好因素 但是這個V型反彈 是我想提出的東西 經常都說是內地經濟前景 其中一個原因 各項的經濟數據 都顯示一個V型的反彈 或者是一個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值上面 沒有一個那麼深的V字 工業增值的V字沒有那麼深的原因 就是因為三月份受到疫情 衝擊沒有那麼大 很多工廠在疫情那段時間 真是比較幸運地撞直農曆新年 是不是都要停的 再加上配合防疫措施等等 譬如武漢很多工廠上面 可能兩至三個月都恢復了 武漢意外的地方上面 甚至可能過年農曆新年假期 有些影響九成多會恢復了 所以工業增加值 只是純粹因為受到疫情沒有那麼深 但我講的 這個不是一個利好因素 第一方面 這個V型勢頭出來了很久 其實由下半年開始 已經見到明確地有個V字在 只不過是近這兩個月 所有的經濟數據上面 都恢復正數的意思 但是你說留意中年重科 你看過去一個月的股價 為什麼都是上上落落去不到 因為市場現在比較擔心 就是房地產投資 他們覺得內房股 就算九月份十月份 合約銷售變得很厲害 但未來還會有很多調控政策 會擔心房地產的投資力度 開始轉弱 甚至你看到就是 房地產投資 沒有一個孔明 在V型勢頭上 你看到是比各行方面 相當地比較慢 就未必可以回到域程前的水平 所以你說 當整個房地產開始轉弱的情況 做重型機械 起重機械 在那些運泥土的相關機械上面 那些重型機械 就會擔心有一個銷售不行的問題 但是又要這樣說 我覺得 在重型機械行業上面 又未去到那麼敏感 現在可能只不過是增速放緩 未去到影響重型機械銷售上面 所以中原重科 跟內房股比較起來 應該的影響性就真的沒有那麼大 再況且 我想內地下年來講 還是要搞很多不同基建 和相關因素 所以中原重科 我自己都覺得 基本因素上 都應該沒有太大的挑剔 我們地方 是的 馬路也提到 其實它受到疫情的影響 相對比較小 雖然看到疫情期間 很多工程都延期 不過下半年其實都看到 好像已經趕回進度了 我們看看過去幾年的盈利變動是怎樣 看到前三季的股東應佔日利是56.9億 同比增長了6乘3乘 這個增長其實是不是都很理想 我想這樣說 其實來今來一定是高增值 因為之前搞到基數太低 中原重科之前 你看過去幾年上面 只是賺13億 然後20億 然後到40幾億 如果這樣今年頭九個月 已經多過去年 整個年了 你預料今年也是一個很高的 雙位數字增長 所以就是支持到它的股值 但長遠來說 當然不期望這麼高的增長速度 但是溫和增長 穩定的單位數 盈利增長 很大機會能夠做到 所以在股值近期來說 可以升很多 你要看回 有些人純粹想說回 中聯重科 如果你看股價 有些人拉長跌看 說它的股價 從3、4元 甚至最低去到2個多 那段時間 升了上來 升了差不多4倍 但是你要看回 過去幾年來講 那個規短型 那個變化是非常之大 而中聯重科 你要記住 就是由它上市 10年前那一刻 是由差不多20元這些位置跌下來 所以說股價其實是經歷一個 最壞 變回正常的時候 在那裡 未來就是看看 能不能夠保持住 這個穩定勢頭 在那裡 如果保持到的話 盈利水平是穩定的 你沒有看到有什麼 毛利率大跌 或者突然間 那些重型機是賣不出 等等的狀況 制銷等等的情況 我想中聯重科 股價的股值 還會有向上提升空間 然後在那裡 那些內地金屋 蓬勢的情況 又是怎樣 看到其實表 它那個 從3月開始 其實已經是 銷量反彈了 尤其是3,4,5月 加上銷量 是不是其實多 比去年同期 差不多 不過看到 7,8,9月開始 又放緩 為什麼會這樣選擇 有個基數效應 你如果看回 2019年也是 第二季那段時間 是這些重型機械的銷售旺 所以按季、按月的表現上,意義不大 最重要是之前說,捱過著壞的時刻 現在說重型機械的按年增長 到了9月份,因為超高的商位數字 老實說,我們不會期望,每年都賣增長30-40%等等 內地有這樣的需求,也沒有那麼誇張 GDP也沒有這樣的增長速度 但是那個機數效應,你會見到今年的盈利保證都很穩定 因為問題是去到2019年,你看到,銷量上 都是在這兩年多來講 這三年來講,平均偏大的水平 所以對於中聯重複,老實說最大的考驗 就是踏入2021年 在2020年一個比較高基數效應的情況下 還能不能夠保持到可能3月後開始 一個增長勢頭在這裏,這就是關鍵 但是你看回內地,如果你是大搞基建 甚至在不同地區省份上 都是陸續有些相關不同的PPP 或者很多不同其他開發的項目上等等 這方面又有保證 我相信你換機潮 又沒理由只講2020年 2019年兩年 就換了,然後再次延燒出去 有機會,但是風險不算很高 所以我覺得對於中聯重複 最關注就是看這些數據 如果這個數據因為未轉差 你都沒有條件,估計見頂等等 但是數據可能有些跡象顯示可以轉弱 可能都要等到一個季度左右 所以短線你預料中聯重複 我覺得繼續炒上去 推介中聯重複或者繼續看好中聯重複 主要都是看這個數據為主 只要一天看到內地的起重機銷售 仍然是表現強勁的情況下 我相信它仍然繼續是一些強勢股份 除了銷售數據強勁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看 剛才Anno提到它的另一個優點 就是它的現金樓 看到它的現金樓表現穩定 不過看到它今年 2020年的經營活動現金樓 和自由現金樓 都是跌了,Anno 比起2019年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涉及一些一次性因素 上年那段時間 但是其實整體而言 都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現金樓 其實大家更加關注 就是說自由現金樓的表現 其實你講今年中聯重貨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今年中期業績 你會見到很多公司 因為疫情等等 選擇可能暫停派息 或者減派息這樣的狀況 市場就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覺得一次性因素 你疫情手頭緊 那勒緊褲頭 派少點息沒有問題 之後派回就可以了 很多時候都有這樣的狀況 但如果你講中聯重貨 那個狀況是說 在中期業績上面 甚至是突然間宣佈派息 市場已經看到 整間公司有個穩定現金樓 其實這個現金樓 我們不預期會超大 好像按年帝族改善 可能純粹是說 基數效應 之前有很多錢收不回 現在收得回 導致短暫性在2019年 2018年年尾那段時間 局部現金樓 但是公司只要不再有經驗 現金流出 或者自由現金流出的時候 市場就會開始想 會賺到錢回來的錢 會不會再有太多新項目 投資 之前都說純粹受惠 這幾年的換機潮 建築公司要買重型機械等等 實際上基本因素是一半的 但是公司有一個穩定的現金 或者負債水平不高的情況下 就有條件在派息上著手 所以你說中期 他派中期股息 給業績盈利增長 其實更加之重要 市場堅持股 如果這些位置買中聯重波 連同中期息 中期息就派了 但是如果你計算進去 其間公司的股息率 可能有機會有五至六里左右 所以就是做導演中說 一些舊經濟股 可以有機會財息見售 所以我覺得你看到 只要他的現金流 我們不再看到 有個流出 或者說突然轉到很差 有個現金壓力的情況在那裡 中聯重波的股息 是有機會去到大罕的目標價 是的 現金流就很重要 又有息收 其實看看股息是否吸引 其實下一版 看到股息預測 看到市盈率是由2019年的10.89倍 慢慢去到2022年 慢慢下降去到6.06倍 而市漲率就是由2019年的1.13倍 慢慢預測到2022年去到0.89倍 Anno 看到市盈率和市漲率 是否遠低於同業平均水平 是否看到它的股值 有一個很大的上料空間 跟同業比較 就沒有太大意思 因為中聯重波大到的尺寸 就是內地找到類似的股份公司 比較上來 都不多 最多都是做掘掘機的 可能農工 三億那些 去做個比較 但是每間公司的現金流狀 譬如我剛剛說中聯重波 去到突然間恢復 去改變派息政策 所以跟同業比就沒有任何意思了 但是這個想說些什麼 第一方面就是 剛剛符合我之前說的 在今年2020年來講 因為公司在低基數效應 會有一個很強很強的盈利增長 所以未來大家就要留意 出業職很多時候會問 為何它升五成 五十幾個巴仙的盈利增長 但是高價好像沒什麼 它10倍PE 原因就是在2021年 2022年 即未來那兩三年 在基數效應再不低的情況下 市場只是預料一個單位數字 至多一成左右的增長 盈利增長 就是受到基數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股值仍然是叫做便宜 要用市帳率計 一倍市帳率 不算特別便宜 不算特別貴 跟行業比較它是貴的 但是之前說了這麼多 現金流狀、穩定排斥 這些support到 又沒有太多壞帳等等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能不能夠做到市場預期 它在2020年開始 每年可以有五厘左右的股市 如果能夠做到的話 估值或者市盈率 向上修調的動力 就會相對比較大 到時候就做到 有機會上升到10倍PE 這些位置就有機會 為什麼大行之前說 potential return 有三至四息 兩元、三元看到十幾元 原因就是 如果大行就是看它們 能夠做到這個派息水平 其實你說真的揭曉這個答案 要去到三月份 它出業績的時候 全年業績 宣佈派息才會見到 所以未來這段時間 老實說 中年重荷一天未去到三月份 那些時間 還會有衝擊 只要它仍然是七至八元 這些位置上落 我就會做退介 我覺得這些位置 是收集的時間 好過你升上去出業績 那時候才衝敬你一件事 所以做中年重荷的部署 你也預計了 你要開 起碼三至四個月左右的時間 才有一個很可觀的回報 如果短炒 老實說 暫時的估計都是 在七至八元這些位置上落 突破不到這個區間 我想股價也會比較悶 是的 股價悶悶 你剛才也說到 七至八元就會推薦 即現價可以買 如果是這樣的話 目標價值施價 又可以升 因為做一些比較中線的部署 所以我也不會說 多留幾格等等 不會做這些事情 目標暫時先看九元 甚至之前大行十元 有機會到 但是這一刻就信心不達 老實說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些位置賣 有接近兩成左右的上網空間 我覺得都合理的 最重要的是 近期股價七元這些位置 找到一個不錯的支持位 你自個市場位置 設定低一點 六個半左右 這些水平出手的話 風險又不會說很大 你最多都是輸一成左右 所以如果你做到分駐級 分兩駐這樣算 去買中年重科 這些位置其實是很安全的 是的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買後 指示價 設定6.5元 目標價是9元 今天下午收市價是7.4元 也謝謝Anno 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也和你申報 以上提到股份有沒有持有 有無持有 謝謝你 這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